今天来说一下人民日报官媒态度最硬事件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短短的两天都不到 官媒的态度如此之硬朗 也真的是首次 还没看到过那么迅速表态的情况 按照明星崩塌的速度和程度 张哲瀚已经远远超越了吴亦凡 霍尊等人 张哲瀚是谁呢 因为大热网剧山河令 迅速成为内于心境顶流之一 没有瞎说哦 这位是现在的真顶流啊 列入顶流男星是绝对不过分的 张哲瀚的流量能不能达到巅峰时期的吴亦凡不好说 起码十个现在的霍尊都比不上的 作为山河令的两个男主现在都是心境顶流男星 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少女 而这么一个前途无量的男星张哲瀚怎么会落到被官媒两小时彻底封杀落到现在这个境地 事情其实比较复杂 有一段前言是张哲瀚的一个绯闻事件闹得比较凶 貌似和一个女生有关 这个事情我们不去研究 据说是什么谣传 还有律师信 辟图造谣这种 反正闹腾了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一般顶流男星如果要恋爱什么的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容易造成大面积的脱粉 而且在男星自己没有官宣的情况下 会有大量的粉丝去维护他 大家能想象当年的顶流露寒公布恋情是有多难 他和任嘉伦也是为数不多的赶在自己顶流时期 就公布恋情和婚讯的男星 因此这个事情最后有点感觉张哲瀚的粉丝VS黑子的局面 而黑子们本身也是不服气 这个证据一应俱全怎么就变成了黑他 于是继续深挖 想挖出些绯闻 没想到挖出萝卜带着泥 竟然把更严重的事情挖了出来 先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张哲瀚2019年参加的一个婚礼 大家有无觉的有问题 正是这段视频打头 把张哲瀚彻底给曝光了出来 视频里的新郎新娘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 这点大家应该无疑问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日本 张哲瀚现身 最先让大家猛锤的就是这位衣着华丽的老太太 这位看起来就很不一般的老太太 本身是大名鼎鼎 我们不一定知道 现在外界一般俗称其为戴威夫人 现在应该已经是81岁了 可能大家想象不出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可谓是色意双绝 她的原名叫做根本七宝子 1940年2月6日 根本七宝子出生于日本东京都港区西麻布的一个木匠家庭 1955年 才15岁的根本七宝子放弃在东京都立三田高等学校的学业 去东京帝国饭店俱乐部做了妓女 感受下这位夫人年轻时候的颜值 按照现在的标准都足以进娱乐圈 1959年6月 在日本商人九宝正雄的牵线下 根本七宝子童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相遇 苏加诺看到她几乎就走不动路了 戴威夫人年轻时可以用倾国倾城来形容 同年9月15日 根本七宝子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开始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同居 1962年6月6日 根本七宝子与苏加诺在印尼总统府举行秘密婚礼 同时根本七宝子被赐名拉托纳、沙利、戴威、苏加诺 成为苏加诺的第四任妻子 戴威夫人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她过去是做妓女 后续因为颜值迅速洗白 称为高气质温柔女性的代表 她当时被称为日本的珍珠 可想而知大家有多吃她的颜值 这是和苏加诺的一些照片 她的容貌被认为是典型的日本美女 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连欧洲人都为她倾倒 1965年9月30日 印尼爆发军事政变 戴威夫人流亡法国 在欧洲期间 戴威夫人曾多次和法国社交界人士传出恋情 还多次宣布订婚 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再婚 这个人简介到此 可能大家想问 这么一位夫人 怎么和张哲瀚扯上关系了 事实上 这个夫人如果自己管自己的事业做完全没关系 问题在于 她多次就对华问题公开发布错误言论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2017年 日本大型连锁酒店 APA酒店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众怒 该酒店长期在客房中放置 由该集团老板远古外志雄撰写的英日双语书籍 对南京大屠杀和日军抢征慰安妇等史实予以否认 同时 APA集团声明不会从客房中撤走相关书籍 气焰嚣张 而这位戴威夫人还特地在电视节目上讨论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在日本都是受到谴责的 但是 戴威夫人APA老板远古时老友 全力为其说话 戴威夫人的观点是 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远古社长在酒店里放自己写的书 向客人们传递自己的想法和立场 没有错 他有这一个自由 这话连在场的日本媒体人都看不下去了 嘉宾石井女士在节目中对戴威夫人说 APA酒店社长在酒店里放这样的书 是一个应该值得考虑的问题 他想表达个人政治立场 应该把书放到书店里去卖 而戴威夫人不仅仅是在维护APA 更是猛烈地攻击中国 她的话都不敢直接贴 太过分了 还有更过分的言论都不敢贴 因此 戴威夫人对于中国的立场是歪的 而张哲瀚出现在她主持的婚礼上 就特别的怪异 这个事情被当时的新娘爆料 这位博主也明确 这个老太太的的确确就是戴威夫人 新郎佐藤是张哲瀚的朋友 而事后 张哲瀚竟然还和戴威夫人合影 戴威夫人在日本算的上市大咖级别 能请到她到现场的绝对不是一般人 而根据女方的叙述 这场婚礼定在一个神社 这个神社的问题更大 这个神社叫做奶木神社 奶木西点夫妻 她是吕顺大屠杀的首要战犯 血案累累 恶贯满盈 这个神社就是纪念这位柜子守的 同样的肮脏 可以这么说 这个奶木神社和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是一个道理 而张哲瀚竟然作为中国人 参加日本右翼代表人物戴威夫人主持 军国主义神社内举办的婚礼 而且事后还合照留影 大合影 不是这个合影 大家还不知道 竟然是在奶木神社举办的 这个事情 其实昨天还没怎么发酵到一个程度 万一张哲瀚本人对这些并无研究 处于不知情的状态呢 那我们岂不是冤枉了人家 说不定张哲瀚只是单纯的以为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而已 事实上持这个观点的人很多 包括地把都是这种想法 觉得应该不会那么严重 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这其中的历史背景 其实 如果当时婚礼这个事情出来后 张哲瀚马上道歉 说不定这事情就能过去 事实上 却是在两个因素的影响下 事情向着纵深发展 一个是张哲瀚这边完全不承认 并且用律师信招告天下 另一个因素 作为顶流艺人 当然具备庞大的粉丝量 这些粉丝开始攻击辱骂那些挖出张哲瀚历史的人 类似的内容非常多 只要敢说张哲瀚半句不好的 马上会受到攻击 网友们也怒了 继续深挖 竟然挖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2018年 张哲瀚去了这里 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 这是在什么地方 他还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这是什么地方 奶木神社大家未必知道 但是这个地方 每个中国人应该都知道 那就是最最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 网友瞬间炸裂 而且 根据熟悉地形的网友分析 张哲瀚当时 已经不是在外面 而是进去参观了 这是网友扒出来的 真的是进去了 这点得到了多位网友的确认 而且 根据视频 四道门 他跑到了最后一道门 别说路过 路过他跑四道门 2018年 他没有名气 还没活起来 竟然在微博也发了 网友彻底呆滞 这不是日文 是中文 每个中国人都看得懂 我们对于靖国神社是什么态度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这是一条红线 是不能触碰的 而且 这个事情甚至惊动了日媒 事情搞大 更可怕的是 我们在他的粉丝群中 发现了大量的三观不正的话题 这个事情越搞越大 最终顶留艺人张哲瀚道歉 道歉内容主要是归咎于自己的无知 一般来说 艺人道歉就差不多结束了对不对 不 此事才刚刚开始 这份道歉信继续被人深扒 扒出这道歉信上的无知实属满嘴谎言 靖国神社内是严格禁止拍摄的 有中国博主帽死进去带着偷拍设备 揭露了靖国神社内部的构造 而张哲瀚竟然发过一张军国主义军旗涂装汽车图片 还发了咪咪眼疑似侮辱的表情 当时张哲瀚对于质疑网友的态度 完全不知道错 张哲瀚无知吗 并不无知 网友扒出他推荐的书单 网友爆料 张哲瀚不是特别喜欢看书吗 怎么可能不知道靖国神社的事情 然后更过分的来了 他一直说自己无知 但是2017年被人扒出去过八板神社 说明他对日本神社和文化是非常熟悉的 所谓的无知说法从而合来 而当时参与婚礼的新郎这边也为他辩解 口口声声不是右翼 但是婚礼上 典型的日本右翼分子前面说到的APA的远古竟然也在场 一个普通人有那么大的面子 请得动态微夫人远古这些典型的右翼大佬 而新郎被人扒出带着日本右翼家族的族徽 这个可不是随便带的 每个家族的族徽都完全不一样 百分之一百垂死了 新郎一家背景极其复杂 张哲瀚被人扒出几乎每年都去 每次都是新郎亲自接待 他和新郎家族到底是什么关系 2020年疫情期间也要去 当时新郎和新娘一起去接机张哲瀚 张哲瀚还晒了新郎家的餐厅照片 也就是张哲瀚朋友2019年结婚的地方 看来当时的情况也没能阻挡他 更可以看出新郎家族不一般 在日网友扒出了不得了的事情 这是网友梳理出的关系图 而张哲瀚和这位新郎的关系非常的好 亲如兄弟 事情发展到这步 官媒开锤了 而且是重锤 一锤锤死的那种 其他官媒陆续跟进 比较可笑的是 他竟然还回复人民日报 他或许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小批评 认个错就好了 事实上几小时内 众多影视剧和品牌切割 我们感叹 只能说顶流就是顶流 竟然有如此多的品牌合作 惊讶 而很多日期也马上解约了 所有品牌一夜间全部切割完毕 彻底凉透 网友爆料各地的广告板紧急被撤 瞬间被撤空 不急 这瓜还没完 4月14日 日本要排放和废水的事情闹得铺天盖地 而张哲瀚却发了这么一条内容 令人看不懂 和他合作过的摄影师都吐槽其人品极差 可以想象 张哲瀚基本上永久告别舞台 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了 顶流的陨落 只需要几小时而已 短短的半个月 已经有三位男明星探他 未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其他两位凉凉的都知道是谁了吧 期待你的评论 下期见